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 咱们这次接上回 上回说的什么? 庄公是个宝,分两期来说 这次呢,咱们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 叫什么? 薛滇老师 他的书里说的叫 庄公以慢练入道 你品 你仔细地品 庄公是什么? 庄公不是不动 庄公是慢练 那个举个例子 三级式的例子 我那个理学三级的老师 他的还有一位老师 是胡耀珍 胡耀珍是在七十年代 教我们那个老师 就是按心意六合拳的说法 是手动沉寂 是吧 教他这个三体式 就是缓动 他三体式不是不动 是缓缓而动 缓缓而动 就是缓缓而动 重心往前缓缓而动 然后重心拨过到前脚 再往后再缓缓而动 缓缓而动 也就是说 他的三体式 你看不见他动 你看不见他动 只能说他一直在改变 很独特 有机会咱们把这个三体式 给大家说说 勾上我的兴趣来了 跟他就说说 他呢 就是跟我原来 咱们讲 尚先生那个三体式 丹田宫 胎 和 树 杂 丹田 这经论念法 相吻合的 其实说这个 等于 如果跟那个前面说 尚先生的三体式 一步三体式 半步丹田宫 是吧 有部分内容是重叠的 所以有时候 我也考虑说不说的问题 有部分内容是重叠的 如果你不说 就胡耀珍先生 他传下的这个三体式吧 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你要说吧 前面的 如果买了前面我上先生的课 前面上一详 传个三米式的课吧 你在看他的 你就觉得 我把那些内容又说了一遍 只是又加了些东西而已 其实这个是两难的 跑偏了 跑偏了 这说的一个插曲 这个就说什么 慢练 缓缓而动 缓缓而动是什么 是你找劲的过程 第一个是找劲 第二个是找合劲 第三个是找整劲 缓缓而动 说咱们看到现在的行业圈 都是好家伙 都是迅猛刚实 都是那种 说达明劲 是吧 都是那么的 也要走 按点老先生 也要走 你包快手 有几位老先生 练得是真不错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你要上先生 什么上先生 善先生 善天方 那句话 最经典叫什么 不服高人有罪 人家确实练得好 是吧 在快手上 我见过这么几位 确实是练得好的 就说这个东西 缓缓而动 回到庄上说 缓缓而动 缓缓而动 你不要上来 就砸那个 弩着劲儿去打 行业圈叫什么 叫当年的行业 打死人 就是练一年行业 你用打死人 但是你得练好 就练对了呀 对不对 你不能七了咔嚓 你双开 开着打 那是不行 那反而伤身 所以行业圈 你要含住了劲儿去打 他走钢劲儿 走 他不是说走那种 僵劲儿 大家记住啊 行业圈走的是钢劲儿 不是走的是僵劲儿 不要去弩 好多人练圈 打出的洞往上弩 弩着往上打 这个 第一是不罪 第二反而会伤身 这个 咱们就为什么要强调 专攻以慢练如刀 慢练咱们说的 练整治 第二个还调息呢 是不是 调理你的呼吸 慢练调理你的呼吸 我原来说过 咱们中国古代 把那个大力士叫什么 叫肺强之士 你慢练增加你的肺活量 你一气力 或者说你的气力必然会大 咱们都知道 咱们现在叫什么 力气 这是力气大 力气大 力气 力在先 气在后 古代可不是说的吗 气力 气在先 力在后 你有气才有力 那比如说这个人 并入高荒 叫什么 有气无力 所以气和力 是结合的 咱们反过来扣一下提 把这个讲个讲完了 装功慢练入道 是以气练力 或者说是以气练劲 逐渐形成你的整劲 整体力 所以装功以慢练入道 非常重要 好了 本一讲 咱们就讲得上 咱们就讲得上